有一個擺車鋪給你們看,很明顯 一個洞,能不能花七塊錢 補救我的幾千塊的大鏡? 這樣子如果這個成功來講的話,我有一個很大膽的想法耶! 什麼? 嘿,大家好!我是阿宮,又餓了! 今天叻,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可是我今天要做的一個東西 我想要教大家怎樣修復大鏡,可是我也不懂他第一次做 所以我在Shopee叻,已經是買了這兩款 可是我個人推薦啦,這一款 因為操作也比較簡單 而且這個是,它有用那種小針勾啊,去勾它 可是我不敢啦,然後我禁止一個洞了 我還要去弄一個洞啊? 不要啦,它也比較貴一點 這個也比較便宜,而且這個好像才差不多7塊錢的東西 來,走! OK,就要跟大家解釋一下啦 為什麼會要去買這個東西 就是每次我們在HIGHWAY啊 在大陸啊,走快的時候啊 前面有那種LORI啊 飛那種小石頭過來 這樣一小心,不小心就啪! 我車上就一個洞了 沒有理由我為了這個洞啊 看到嗎?看不到,我看不到 我這邊先擺下,看到嗎? 用一個擺車補給你們看,很明顯 一個洞 沒有理由我就要花大錢換整片大鏡的嘛 所以今天我在Shopee也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以前也有刷過啦 不懂是真的假啦 他們講可以用這個東西來修復啦 所以廢話也不要多說,我們就開始我們的表演 最重要的是,打那個鏡子擦乾淨 千萬不要有油性在上面哦 不然它是不能進去的 可以看到一個小點有沒有 就是那些死人大樓梨,贈送給我的 所以我就選擇這一款 這個不是廣告哦 這個是個人體驗哦 他給的東西就有這些 一個這個鍋 一個這個藥水 還有這個 我不知道叫什麼 槍 然後一個小針咯 可能你要去勾它 我不敢勾啊 然後還有一個他給的刀片 還有這些貼紙 所以等一下就是我們要用到的 所以跟著說明書我們看一輪 來看一下說明書 A嘛,就是要拆一下 來,講這步驟做一下 A,拆一下 然後B,不敢做 因為要去勾更大的洞,我不要 呵呵 然後第二就是拿這個 放在 已經有破的那邊 對準中間 按進去 對,按進去 按進去了過後 你就要放這個 這個東西 按下去擠壓它 轉 這個是阿嘎阿嘎 嗯,有一點點緊又可以 不用太緊 然後你精神的力更大 OK,然後 到第三個步驟就是要 滴藥水 夠了吧 滴了藥水 然後你就要放這個 按下去 讓它 把那個藥水擠壓進去 你的精神裡面 讓它準 OK 所以要等待 差不多一個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過後 我們就要進步驟四了 所以,等待一下啦 OK,不要走開 我會看到結果了 十五分鐘已經過去了 我們就要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做好它這個東西啦 然後呢,影片已經看到這裡的朋友們 記得 訂閱的,趕快訂閱 所以廢話不要多說 有沒有效果 能不能花七塊錢 補救我的幾千塊的大鏡 有明顯變小了哦,你們看一下 有嗎?有看到嗎? 哦,有明顯變小了 OK,現在我們就要進到步驟四了 步驟四是什麼呢? 步驟四呢,你就要用這個藥水 所以我們先擦乾淨先 步驟四了啦 你就拿這個藥水 在這邊再滴幾滴 滴多一點不用緊啦 那種東西便宜的 最重要我們鏡子要修 你太多了,要修我錢 然後把這個透明紙放進去 然後你要去推它 不要給它有風哦 然後把它推均勻 我們在 這裡還是要等 再等一個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後面見 慢慢消失了 哇,真的很神奇耶 我們才過去不久罷了 才過去一分鐘罷了 慢慢看到它的那個裂可能就消失了 這樣子如果這個成功來講的話 我有一個很大膽的想法耶 哈哈哈 等一下我們先搞定這個先生 一樣一樣來 十分鐘後見 再見,掰掰 下一次 很快又過去了十分鐘 剩你們來看一下 我是覺得接近是沒有了啦 所以 最後一個步驟也要開始做了 就是要用這片 刀片他給的刀片 小心啊 刀片 然後把這個東西割掉 不敢用褶子 省就省有沒有 然後你就要割掉那個多餘的藥水 有了!它沒有乾耶! OK!看!你們看! 還有嗎? 還有嗎? 看看,看不到嗎? 完全看不到的東西了! 沒有啊! 真的這樣神奇嗎?這個東西! 7塊錢! 我就補救了我幾千塊的大鏡哦! 那個洞在哪裡? 哇!不錯不錯不錯! 這樣子我真的就有一個大膽的想法了! 來,跟我來! 這樣我能不能用這個修復我這邊差距嗎? 就是很凌烈! 我這邊有兩個洞,我會先嘗試修復這兩個洞 這是全市商口 所以,我就這個 看能不能做到 如果能做到來講的話,我推薦大家買,真的值得買! 所以,因為看來那邊那輛,我不敢掛嘛 這輛車便宜嘛,就算換大鏡,這個大鏡我也是有問過600塊 現在呢,我就是要拿7塊錢就600塊的東西 也不怕啦,就照這個說明做啦! 就是要用這個針勾 然後去把那個洞 把那些邊邊佼佼的全部勾勾 勾掉 然後抹乾淨 一樣咯! 我們把這個放進去 對準中間很美! 我剛才那個車太高了,所以我看不到中間 我要7塊! 這樣很低對不對? 我這輛車有幾個洞你知道嗎? 這邊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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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四個! 那邊有嗎? 那邊沒有! 可是這些小洞我們就不要去看它了,因為真的是有效果 能不能修到這片大片的裂痕,才是重點! 呵呵! 所以我這個一做好,我就準備要去弄那個大臉 等一下我這邊轉一下! 啪! 整個隧道的 都一樣,滴滴滴滴滴 OK,夠了 現在已經很專業了啦,所以 很快啊! 所以這個藥水如果這樣神奇來講的話 我嘗試直接滴下去啦! 因為這個,你也不懂要懂得去 看你開始 從上面開始 這個很夠力哦,這個你看已經列到裡面一些明顯嘛! 拍得到嗎? 明顯哦! 有沒有看到明顯哦! 所以,我直接放藥水下去啊,看能不能 我現在的做法叻,就是活馬當死馬魚 哈哈哈哈! 就算我覺得啦 修不回好啦! 能補到一點點,試一點點咯! 而且這個是我亂來的,我沒有跟著說明的 他只是不能補洞 我不能補裂啦! 試試試看啦! 搞不好呢呢? 然後那個老闆你如果看到這個 你要打廣告咯,你可以找我哦! 可是我看這邊好像消失了咧! 很快咧! 你來看,你來看這邊! 有嗎? 如果可以的話,省多錢咧大家! 我這片鏡子,要叫人家換掉五百五十塊耶! 而且還是我朋友給我的價錢最便宜哦! 如果我現在花這個七塊錢修好它 打電話給我朋友叫他收皮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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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所以我現在只有這邊,我先修這邊先 剩下半截,一樣! 再等我十五分鐘 現在那些時間已經過去了十五分鐘了 然後,夜風這個情況叻 現在這個情況叻 不是很有效 可是它能淡化掉一點點啊! 就是本來我很深的嘛,一拍哇!很嚴重啊! 現在吼,它有淡一點,可是也不會講說很多 可是補洞那邊叻,是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這種大條的那種裂痕啊! 是完全是救不到的! 它有淡化啦! 可是我覺得我再等多一下,我再給它一個十分鐘 看一下那個藥水再進到那個風裡面,再淡化它一點 再等啊,我們再等! 如果是不能來講的話,可以推薦大家去買啦! 因為起碼那些洞坑坑娃娃那些,還可以揪 因為我那邊那個洞啊,已經差不多了,做好了 現在再做這另外一個大洞,再堵多兩個小洞 起碼,我鏡子還是有吸到嗎? 收到一點點,然後這些 這條長痕叻,就淡了一點點 心裡也比較舒服了一點 哈哈哈! 我們再繼續弄啦! 看一下最後的效果會是怎樣 現在的時間是大概幾點? 4點42 現在時間是4點42 我們等到4點52的時候 我們再看一下那個風會不會再小 然後等待啦! 我現在為了要加快速度叻 我再拆多那一盒,然後我只會用到這個紙而已 藥水我依舊是會用完這個 我要看一下到底這一罐可以補多少個坑 嘿嘿! 我是覺得很多啦,因為我那個風啊,我地很夠力耶! 那邊我看少少都給弄10個洞 這個7塊錢的東西也可以修得多 我覺得我要敲一下 哇!很熱啊這叻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 現在叻,我看到那個風啊,是越來越淺了 老實講,它不可能會消失的啦我覺得 所以有好過沒有,起碼我心裡似乎 因為我只花一個7塊錢,我不可能 真的要做到像回到原廠這樣的效果 可是那些洞叻,真的是可以做到 我敢講啦! 有人做到啦! 95% 我不敢講100% 95%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它可能 塞不夠久啊,或者是那個手的那些角度抓不好啊 拔啊,可能抓到不好 可是起碼啊,它可以補救到啦! 95% 有好過沒有 好像,這片嘛,我知道價錢550我最便宜 然後那Alpha叻 或者是你那種其他車更貴的車叻 一片大鏡可能幾千塊 現在你只是花一個單單一個7塊錢可能包買 因為在10塊錢左右的東西 你就可以做到95%的恢復耶 所以,為什麼不要去嘗試叻?對不對? 所以,只是講說不要花時間罷了嗎? 而且也不會很難的東西 等一下它在慢慢吼,開始吼 漸漸的吼,消失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啦,最多補救啦 因為它是劣嘛 而且它是從頭到尾的劣 能補到60-70% 我跟你講,我已經很滿足了 起碼我還可以暫時用一段時間 坑坑補補,又用三年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原則就是這樣 能修嗎? 就不可能換的嗎?是不是? 人省就省 為什麼叻? 窮嗎? 我覺得我放久一點啦 他們是寫10分鐘15分鐘就可以解決 可是,我看著它時間越長哦 那個縫我就越小 所以我再放 我們就自己去鑑定啊 到底要放多久啦 自己下一個一個啦 蛤?再等下去啦 所以,期待最終的效果 Let's go! 我覺得哦,是沒有太陽的關係哦 所以它不能乾 我們需要更長的時間,因為沒有太陽 是沒有想到的 因為我們看著要做了 然後突然下大雨 現在是沒有太陽 因為我看影片哦 他們其實哦 乾的時候摳哦 是有一個好像 一層皮革要快摳掉耶 可是我們在摳 還是水? 肯定是沒有乾 所以,我們只能花更長的時間去等待 沒有辦法啦 小小爛 我的攝影師遲到嗎? 叫他早來,結果他遲來 還遇到下雨 讓他這樣也不爽啊 哦,對哦 等下啊,等下啊 反正都在等待嘛 就依了一下大家 你們有沒有發現哦 其實我這輛車哦 已經有鈴鐺了 剛才我開過的時候應該有想到 你們可以聽到 我就回去做鈴鐺了 這個鈴鐺哦,我會非常喜歡耶 為什麼呢? 好聽嗎? 好聽嗎? 我這輛車真的有鈴鐺了 我現在出門很難洗耶 開門 關門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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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小看我車哦 越來越要完美好的呀 接下來可能下一個步驟就做冷氣了 啊,要這樣子做咧? 我再給你拎著,給我思考一下 所以,影片在這邊哦 我覺得也要很長哦 我也是來跳一下 很老啊 很老啊 我們現在等這個啦 廢話不要多說 期待最終效果,Let's go! OK,現在咧,我有一個總結 這個東西咧,它必須要在大太陽下面做會比較好 因為它要有那個熱的話才快一點乾 所以我在這邊有太陽嘛 我就花了很長的時間去等它乾 它乾了的情況咧,就會像這樣子 不會像看來我車裡面做的吼 那種好像有水水 然後你就要把這個多餘的部分 跟它摳掉 它摳掉 這個不是做到很好 可能我還要再補多一次不用緊 可是跟之前來比來講的話 已經好很多了 走,第二個洞也還是這麼多 把這些多餘的那個 吊水摳掉 如果你摳的時候,它也是四四的那種吼 就是還沒有乾 所以最好是等久一點啦 最好最好的啦 就是再有一個很大太陽的下啦 去做它 就不用像我這樣花這樣多時間 這種就是還沒有乾,你看它的聲音 可是不用緊,這個洞很小罷了 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你們可以看到它的效果 真的很明顯 看到嗎?那個洞還看得到嗎? 看不太到 看不太到 看不太到啊? 再只有那個,啊這個 沒有,我再補多一次 我覺得這個商家啊,真的很有良心啊 它一罐哦,給我用到哦 很準哦 我補了這個超級多個洞啊 你買一罐嘛,你可以補完你全家家家的車咧 這個我再需要再等一下 所以這個大條裂痕咧 會是什麼的效果咧? 現在來見證大家 乾啊,就是這種聲音 然後你就要把這個 國魚的藥水全部給它抠掉 最好是小心抠啦,不要 然後,呃... 最好是順著抠 千萬不要這樣直抠不好啊 還要斜這抠 其實咧,裂痕咧 它只能淡化罷了 可能減一個... 30%? 可是我之前是很深很深的嘛 你看現在之前有一些啊 還是真的很明顯的 看不到了 可是還是會有 它只是淡化 裂痕的方面咧,我不建議大家拿來用啦 可是這種補坑咧,補洞咧 我一百八千推薦 所以,影片到這邊咧 也是很長的啊 你們也看得到前後對比 所以,我也是在這邊結束掉這個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們咧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最重要的 點開小叮 我不要講錯! 小鈴鐺! 沒有錯! OK,拜拜!